哈喽大家好,我是越来越胖的Yuan 那我现在手里拿的是最新发布的Noah 5 Pro 我现在所在的是798艺术区 所以今天我就带大家逛一逛798 我们一边玩一边来体验一下这款新机 Let's go 798艺术区很大很大 然后里面有很多的艺术展览 还有很多的雕塑 然后基本上所有的墙上都会有很多非常丰富的涂鸦 这边有一点点那种后现代文化的感觉 就还蛮适合一些艺术细菌比较浓厚的朋友来玩 You're giving up, you're leaving me I said it's unrealistic to think we ain't gonna miss it Miss a chance at happiness If our eyes are on each other How can we tell if there's another watch 在这些样张中呢 拍摄近距离花朵和镜物的时候 AI识别场景后色彩保护度会相对高一点 但是在大一些的场景中呢 颜色会比物体本色偏素一些 这应该是AI调教后的风格选择 不知道大家会更喜欢素一点的 还是喜欢浓厌一些的呢 超广角在拍摄风景的时候真的非常有用 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手机提供广角这一选项 所以我认为大家选购的时候 可以把它作为考量因素之一 再来看一下昨天晚上的夜间拍摄样张 对于高光的控制可以减少过曝 这点提升了夜间样张的第一观感 作为取舍呢 暗部的暴露度就会降低了 夜间人像后置镜头的普通模式 和夜间模式差别不太明显 前置会相对较好 对于人物的肤色做了提亮和美颜处理 虽然出去玩大家都爱拍风景 但是拍人绝对是使用频率最高的一项吧 在人像样张中人像的主体识别还算是准确 不过头发边缘如果能再自然一些就更好了 自拍样张我把美颜级别开到了舞蹈 好不好看大家来说吧 更多的样张圆图也欢迎大家关注 皇家评测微信公众号进行查看 除了拍照片呢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像我一样拍视频 那我就拍了一些片段给大家展示一下 视频拍摄的色彩和对焦效果还算可以 就是这个防抖还需要继续加强 不适合移动场景太多的拍摄 那么如果大家夏天出来玩 一定要注意防晒防暑 我觉得我现在有点中暑的感觉 那么这款手机听说它和宝马合作 推出了一个宝马车钥匙的功能 就是说宝马的车主就不用带车钥匙了 用它就可以直接刷开 Nova 5 Pro我已经有了 我现在还缺台宝马 所以这个功能就没有办法给大家实验了 OK因为天气实在是太热了 我已经逛到现在随时感觉要中暑的状态 也给大家拍了很多的视频 拍了很多的照片 那不知道大家觉得这款手机的拍摄质量怎么样呢 当然它还有很多其他点我都没有带到 因为时间有限 如果大家有更感兴趣的点 欢迎大家关注我的微博 我们在留言互动评论区里见了 实在是太热了 大家一定要小心不要中暑 我要回去把这个视频剪出来 拜拜